本頻道出過這麼多條雞煲片 除了條醬黃雞煲之外 其他都好像要弄很久 是不是 這次這一條 正 非常之簡單 即日 不要說即日 即刻都可以做到 這次做一個非常之簡單 即時可以做到的雞煲 當然 你有時間醃東西當然更加好 大家收看的是不熟不吃 我們開始了 農曆新年是否應該吃雞煲 凍不凍 凍吧 天文台說會凍 我們這次做一個很簡單的食物 這個叫做麻辣雞煲 麻辣雞煲究竟有什麽特別 為什麽要做呢 因為它方便 說回 這條不是廣告來的 這次這條片是用一個比較好吃的雞煲醬 最近我在市面上買回來試 不知為什麽那個感覺的味道都蠻好吃 所以就特地打算介紹給大家 由於這次是沒有贊助的關係 牌子會是比較滑走的 假如貴公司覺得這條片是有用的話 麻煩你下次就邀請我拍攝 但是這次這條影片是得到德國Emma床褥贊助 我們在片尾會有豐富的獎品GIFT AWAY 說明是德國的Emma床褥 那當然是在德國做的 做好之後就會立即抽真空寄過來香港 他們還得到30個國際的獎項 購買完之後會有100晚的試份 100晚睡完之後你發覺不對 可以無條件免費退貨兼退款 最快今天下單 明天就送到了 用這次的優惠代碼會有額外優惠 這次還會贊助3個枕頭 想知道怎麽玩 記得留意下面的Description box 為了應節的關係 麻辣雞煲這次是會有這個花膠在裏面的 我們首先介紹這個食物叫做雞子 這個是我自己比較喜歡吃的一個部位 假如你覺得是重口味不適合吃 是絕對可以拿走 這個不是必要的 其實雞子你用這麽重口味去煮 任何你覺得不好吃的味道都會消失 這個有一個是已經在街市 叫雞檔那個雞佬 砍好那個雞 那為什麽叫它砍呢 是因為在家裏砍什麼時候很煩 快手一點 或者乾手淨腳 叫它砍後自己回來沖沖水 晾乾 印乾就可以直接醃 其他材料 步驟 煮法都是即做的 絕對是沒有東西難到你 這次這個份量就大約是2人的份量 即是半隻雞來的 我們將它引乾之後就可以拿去醃 我們平時醃雞的材料是一樣的 那就是包括有這個醃酒 豉油或者美極 糖 生粉 少許蠔油 現在就用大約是半蓋的花椒酒 美極就大約是1至2個湯匙 視乎你想要那個味道 蠔油 我們有大約是1個湯匙 然後少許的糖 大約是1個茶匙 然後用一隻乾淨的手就拿一隻雞 就將它們拌在一起 務求是要那個雞吸收我們那個調味料的味道 有人跟我說 我說話好像很快 那好像是 有時候我說話快 吃螺絲的機會又高些 那不如說慢些 有人就跟我說 拌的過程最好就順方向 其實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好 我們拌完之後就可以 將適量的生粉再加下去 半隻雞就大約是1至2個茶匙就OK的 好 再拌一次 你喜歡最後下油去拌都OK的 換句話說 我就會加少許的油 少許就可以了 再拌 用油去封它 那個效果出來更加滑 OK 好了 好 拌好之後呢 就放在一邊 醃它過夜或者是至少30分鐘 那假如你不用花膠的話 那豬皮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因為豬皮是可以很有效地 將我們那個醬汁索在裡面 吃的時候就更加惹味 這個16元 其實用8元 即一半份量都很夠 最好都沖一沖它 那就不需要說過熱水去燙它 我覺得就不用 有些人喜歡細快一點 你自己再改吧 停乾 配菜方面我們就有這個白洋蔥 有紅洋蔥 有一閘的芫荽 一閘的蔥 一塊薑和一些蒜 這次我們就用半個而已 洋蔥的份量就各半 即是說紅洋蔥半個 白洋蔥半個 哇 這麼緊的 薑就洗乾淨之後 我就建議留一點皮 因為有皮的薑就會香些 全部切片 用來起鑊用的 這個有凸 四片 五片 這個頭的鹽太大 就切多一半 肯定很惹味 接著呢 蒜我們就要分些皮 要分些皮會香些 把第一層我們認為最髒 即是比較外邊的幾層 就撕掉它 用一把刀 按包它 然後到蔥 我們的蔥就用整棵的蔥 蔥白的部分拿起鑊 我們這些蔥洗乾淨之後 都建議就在這碗碗碗碗 跟這個部分切走 然後就把白部分切出來 好 拿起鑊用的 切到 最後就放進去焗香 芫荽內不斷沖沖水 將葉的部分刮出來 就用水浸著它 就可以容易保存 筋的部分就切了頭的部分 留一點點就會香些 筋部這個部分 就建議你 要麼就把它刮一刮 令到它的味道容易出 還有呢 芫荽的那個框就不用切了 留回它 半個洋蔥就先 我的做法就先將那個頭尾切出去 另一層衣就剝出去 切大角 拌開四 然後一樣 我們半個洋蔥開四 OK 起鑊的材料 中間加進去的配料 這個時候就可以攪拌花膠了 雖然可以積做 但是花膠就要預先浸發它 浸發的過程可以留意片味的部分 因為大家都可能已經懂得發 然後少許乾辣椒 我們把它不斷切碎 好了 用平底鍋 我們加點油去燒熱它 然後可以將我們剛才醃製的雞件 轉頭拿下去爆一爆它 其實不是真的爆 其實是煎一煎它 釋放它的油份出來 還有將它的表面煎香 用中小火慢慢煎 不要那麼大火 太大火很容易會煎焦 先煎皮那邊 然後再煎肉那邊 煎的時候可以慢慢煎反一下它 令到我們煎的時候 那個雞皮可以確保煎得漂亮 類似是這樣的 不是很漂亮都可以 這一步就要少少心機了 假如大家喜歡用來拉油都可以 但是拉油可以很難做的 好了我們將它炒到金黃色之後 就可以將它用篩隔走雞件 然後把所有油漏掉 OK那怎樣做呢 我通常建議用一個大碗碟 上面放過這些有洞的篩 把雞件全部倒進去 然後收集油 雞件當然要留 OK那你們先放在一邊 好了 然後就可以將多餘的油倒進去 假如你覺得很邪惡 那就用少一點 好了 我們將它爆菜碼 我們保持中火 就將我們首先切開的乾蔥頭、蔥 即是芫荽狂那些 就把蒜放進去爆香 最重要是要爆香的薑和蒜 那個蒜的味道是要爆香才會香的 反而乾蔥頭你煮的時候 它都可以釋放它的味道出來 好了 然後就可以加入我們的洋蔥 這次用到白和紅洋蔥 假如你不喜歡用紅的 買不到的 那就用回白也OK的 好了我們將它炒均勻 這一步就要注意不要炒均勻 但是最重要是要炒到洋蔥軟身 你炒到它們軟身之後 就不會有辣味 而且會變得甜 好了 講多一點點資料 假如你有一些蔥 你會切一斷的 其實你可以醃雞的時候 將蔥放進去和雞一起醃也很好吃 但是你煎雞之前就要把蔥出來 當我們爆好菜碼之後 就可以將我們的豬皮 假如你用的話就加進去 要不然就將雞件回鑊 有多餘的油倒進去 這個煲的精髓就是要辣 和雞的味道要夠香 好了我們再拌勻 那就不需要拌勻很久 因為我們還要開始給味 好了這個時候就可以將我們的醬加進去 這個醬其實說真的 你在各大超市都買到的 不過都是那句 由於沒有贊助的關係 但是我是不會告訴你哪裏買 不要忘記了 雞子 對了 差點忘記了 你到最後下就會用來煮雞子 所以一定是放下來炒的 好了 然後兩匙或以上的麻辣醬 這個麻辣醬我就試過就算兩匙也好 它的味道是都很基本的 不是說特別辣 所以就覺得很適合大家玩 當然你要去最辣一點的 你就再加或者是再加其他的味道 加強某一部份都可以 由於這次的材料實在是太過豐富 這隻鑊已經很飽 所以反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稍後會有些NG片段給大家笑 我們拌好醬之後 確保那個醬可以沾上食物的表面 然後就可以最後將花膠放進去 不斷拌勻 好了 這個時候就可以撞熱水下去 記住 這個雞煲可以有兩個做法 一是多汁一點 一是少汁一點 即是乾身一點 假如大家要乾身一點 或者是之後再加水火鍋 這個水的份量就可以減 而且這裡也可以用水將辣度調校 這個花膠小弟是發好了 這個花膠是一個很普通的花膠桶 只不過是厚一點 但是它就不腥的 所以就覺得好用 我們水滾之後就可以蓋蓋 收回做個小火 我們燜它大約是3至5分鐘 OK的 我們做雞煲當然要轉煲 我們這個煲不是太大關係 這次也是很厲害 倒車差一點 又要收拾出來 不要緊 我們排好之後 就可以將我們的花椒藤椒粉灑上去 這個是增加香味的 然後灑上芫荽 將適量切碎的乾辣椒灑上面 蓋蓋 多焗一分鐘 這個時候可以準備我們的火鍋 由於這樣的雞煲 它的保溫能力都挺高 所以其實你開個小火 它都會保持煮 吃的時候將所有材料拌回滾一次 這樣就可以開始吃了 記得記得 這個鍋是很適合火鍋的 假如今年新年不想做盆菜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做這個雞煲 都挺見得人的 材料都可以非常自由配合 這個時候我們說一下發花膠 我們曾經何時有條片示範過如何去焗水 這次這個方法我認為是做得比較好 步驟就多了少少 其實都是不複雜的事 我們首先將我們的花膠浸軟了 然後洗乾淨它 它浸軟了之後 可以開始被你屈曲 這樣其實都可以的 下一步 準備一棵蔥 幾片的薑 連同浸軟了花膠 放進去蒸爐 即是用隔水蒸 蒸的時間 好視乎你花膠的大小 厚度 我這些 我通常是5至8分鐘為一次 不要蒸太多久 蒸太多久 軟得又不行 我覺得不太好 是不是不行的 我們拿出來之後 就可以將它浸冰水 它會收縮一次 之後會再大直一點 假如硬度你覺得不適合 要再軟一點 你就再拿去蒸多一次 然後再浸冰水 重複兩三次 基本上你掌握到時間之後 下次就不會太麻煩了 好了 到這裏 我們都差不多了 拍完了 今集我們的分享到此為止 喜歡網友 記得要讚好 分享出去訂閱頻道 追蹤Instagram 或者是Facebook 我們下次見 拜拜